追求神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很容易跟祂分享的 但如果有一個人 他是很多疑問的 我們都可以跟祂溝通了解 祂的疑問是甚麼 去幫助祂的 所以每一個人的策略不同 有些人就肯改變 有些人就不肯改變 有些人非常固執 有些人可能我們只能夠接受 有些人我們不能夠改變 譬如有些家人很難改變 我們只能夠接受這個情況 就未必能夠改變 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策略 這個訊息是講了很多種人 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所以是會分開兩三堂去講的 首先就是我們知道 首先我們要處理自己的內心情緒 才可以幫助人 為甚麼要處理內心情緒呢 譬如有一個人容易激氣 我們第一個反應是甚麼呢 我們跟著要激氣 我們跟著就會發脾氣 不開心 不開心 有時有些人就收養得好些 臉部就沒有罵出來 但臉部已經有一點不開心的樣子 其實看得到的 很明顯看得到的 很簡單 譬如說有些好吃的東西 譬如吃雪糕 吃蛋糕 有東西吃 你看到人的面貌會開心的 如果你說 跟一個人說 你才做錯一件事 那你立刻看到他的臉 他就算不是很強烈反應的 你看到他的臉部的表情 是僵硬了一些的 就是一個人不開心的時候會僵硬了一些 所以當我們幫一個人的時候 而他有些問題 譬如他容易發脾氣 他容易懶惰 他慢不講理 很固執 無論他有甚麼問題都好 我們看到他的反應 我們裡面立刻有反應 裡面有反應 面部表情會改變的 就是我們人人其實 人人都是頗透明的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沒有反應已經有 已經是有反應的 甚麼是沒有反應 即是有反應呢 譬如有一個人你不太喜歡的 他說句話 可能我們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他已經知道 你其實不太喜歡我 因為我們沒有反應 有反應也會顯示我們內心的世界 所以我們幫助人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處理好自己內心的情緒 就是我們裡面有沒有甚麼情緒 是在影響著我們 我們就需要處理 我們才能夠去幫助別人 我們被人影響 可能會有甚麼影響呢 心中憤恨、很激氣 他對我不好 我於是激氣 大家想想你有沒有激氣呢 我相信人人都有的 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處理這個激氣呢 或者是憂傷 譬如有件事發生 那個人有些情況不是那麼好的 我們可能在裡面 就有些憂傷會有低沉 就受到影響了 或者是有時被損有影響 有些人影響我們 有些不好就跟從他 另一種反應就是 哎呀我不喜歡你 或者奮世疾瘩 心不喜歡別人 或者會埋怨神 神呀為何你放過這樣的人在我身邊 哇很難搞 幫也幫不了 有種埋怨神的心 或者怨恨自己 哎呀我也幫不了他 也做不到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就會怨天猶人 就是又怨神 又怨別人 又怨自己 那麼我們如果想幫人的時候 如果 譬如有一個人有些問題 我們幫他 幫了一次 兩次 三次 他都是這樣 下次又是這樣 的時候可能你一聽到 心已經不喜歡 立刻面部表情已經改變 那麼的時候 我們的幫助是打了很大的折扣 就是說那個人覺得 你都不太喜歡幫我 你都沒有什麼耐性的了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求主幫我們 首先處理裡面 那麼怎麼處理呢 有些人說 怎麼處理啊 那麼不開心 怎麼處理啊 那麼難道不開心變成開心嗎 那麼明明他是不好的 他有困難 他不好的 那麼我怎麼開心呢 那麼我 這個處理的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接受人是有問題 人人都有問題的 他有問題是否代表 如果我要激氣呢 有些人他們信的信念就是 他不好我就要生氣他 我就要罵他 我就要說他 我要說他什麼不好 我們就很容易 口裡就很多東西出了 就會說他的不好 這個是很多人的自然反應 但是我們就說 其實他有問題 人人都有問題 就是我們接受人人都有問題 世人都犯了罪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 誰能釋透呢 所以人有不好的呢 我們不用那麼大反應的 我們不用那麼激氣的 我們可以就說 不要緊要我接受他是這樣的 我就不那麼激氣了 我就放手了 我的心裡面 一樣有神 我是神喜悅的 我是在幫助人 神寬理我的 雖然這個人的反應不好 不過不要緊要 我繼續做神寬理的 神做喜悅 我就祝福我 那麼我就化解了 就是說我們知道他的問題 我不用揹著他的問題 不過很多人來說 思想不是這樣的 我聽過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看到人不好 他的反應通常都是極其怒吵 不喜歡的 通常的反應是這樣的 就是能夠學到 一看到人的不好 心立刻處理了 其實我經常都有看到人不好 為什麼呢 有些人求助 看到很困難的情況 有些人幫了很多次 都是一樣那麼困難 如果我的心很介意 對方會聽到的 知道的 那麼我為什麼不介意呢 我接受人就是很難改變的 他改變了一點 已經是好消息 我就注目在他改變了一點 我就不是注目在他沒有改變 他有一點改變 他都起碼找我幫助 這個是好的改變 那麼我就數算這件好的 我就感恩了 我就不會說 幫他也不行 真的很激氣 真的很激氣 那麼我的心就會自然 那些不喜歡的感覺 流露出來 那麼有些人就說 那麼你不喜歡 有什麼不好呢 那麼不好呢 第一 我們沒有了平安力量 現在人沒有平安 沒有力量去幫助人 也都是影響跟他的關係 因為那個人看到你的表情不好 他都會受影響 他可能會覺得 你也不是有心幫我的 你也幫不了我的 所以我們需要去處理裡面的內心世界 以致我們看到人不好也好 我們心裡面不會那麼介意 我們接受 其實鑰匙就是接受了 我接受人就有問題 所以我不用那麼激氣 我不用那麼怒吵 我不用用強烈的字額 那麼有些人說 他明明做錯 做錯完一次又一次 那麼當然是激氣了 他加上的 當然是 那麼是不是當然是激氣呢 其實不是一定要激氣的 我們一樣可以柔和的方法處理 越激氣呢 是不是越幫到人呢 我想問大家 如果有人激氣的時候 是不是容易幫到你呢 是很難的 越激氣就越難幫助 並且破壞關係 所以我們學習就是說 不要緊的 不要死的 神會祝福我的 我聽說神會祝福我的 好了 怎樣幫助自己 不容易被人激氣 第一就是 建立自己在主裡的安全感 我是很寶貴 我很重要的 我在做神的工作 神很喜悅的 那麼有些人說 那我也不是做得很好而已 但是總之我們向著方向 耶穌說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子屬基督的人 都不能不得上次 我有嘗試去做 雖然我有軟弱 我就求主赦免了 我也嘗試去做 神就喜悅我 我就有安全感了 這一點我希望大家都有安全感 就算被人罵 被人說 我們都不會受影響 不會被他打沉 就是說 就算他說我 不代表我 不一定我是錯的 只是他容易罵人 那麼我們的心就有安全感 但是這個真的需要操練 就是我自己 以前我記得 我初做牧師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同工 他是很容易批評 是背後批評 令到我會有很大的壓力 心是很重很重的 那麼這個過程 其實祝福我 因為我第一次扯著耶穌 經常呼叫耶穌 那麼後來我學到 首先經歷到聖靈充滿 後來就學到 如何不理 即是不介意 放手 那麼我真的學到的時候 我慢慢有其他人對我不好 我都能夠很快放手的 所以希望大家學到這件事 就是在裡面 神裡面有安全感 所以我不用被人氣壞 你想一想 你上次被人氣壞的時候 你的反應是甚麼呢 鼓起拋棄 立刻 粗暴的言語回應 捉回它 他捉你 你捉回它 因為轉身走 因為在那裡 很傷心 是甚麼反應 還是真的放下了 我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想能夠成為一個 祝福人的人 被神使用的人 我們就學習 不需要拿屎上身 不需要拿人的問題 拿上身的 他有問題 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介意 這樣人跟你相處是容易的 即是不會有激氣的 我用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譬如有時 我們攝錄 我們弄一些音響 有時會弄錯的 弄錯的 有時有些人就會發脾氣 有沒有搞錯 弄錯 哎呀 攝錄不到 但我就想了 已經是攝錄不到 我再發脾氣 更加令到他有壓力 所以我不會 立即處理了 不需要發脾氣 不要緊 想想下一次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 變成一齊同工的人 不會覺得有壓力 不會覺得做錯事 就很大件事 這樣 好了 下一點 有安全感 第二 深信別人 不能夠拿走神的祝福 我聽神話愛神 神就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所以沒有人能夠搶走 神的福氣在我身上 是永遠存留 只要我聽話就可以了 我有犯罪 我就求主赦免 我有什麼罪 我就求主赦免 而我一直聽話 祝福人 神就祝福我 是沒有人能夠拿走 所以祂就算罵我 傷害我 就算有些人欺騙我們的錢 有時有些人 欺騙我們 令到我們損失了錢 我們就覺得很激氣 哇 祂拿了我的錢 我失去了我的錢 怎麼辦 神會還給我們的 我們越激氣損失更多 損失了我們的內心的平安 就失去了這種平安 這種平安是很寶貴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發覺 我這個亨哥是很平安的 我嘗試跟大家一起 這一陣子 你試試站起來 黑文眼一陣子 站起來 放鬆的人 黑文眼 你跟著我 試過一直看著耶穌 好 耶和華是我的母者 我必不知他分 他是我堂我載清草地上 令我再可按揭水便 我一生一世 我一直在想著耶穌在我們面前 耶穌在我們周圍 耶穌在我身旁 耶穌在我心中 耶穌在我心中 耶穌 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祈禱奉耶穌 名阿門 有幾多人在祈禱 有幾多人在祈禱的時候 你覺得有平穩安靜 輕鬆舒服的 請你舉手 很多人在祈禱 我告訴過我很多時候 有這樣的狀態 我也在扭牙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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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平緩很舒服 我就說原來這麼好的 好,大家請坐下 這個祝福是沒有人能夠搶走的 所以我不會因為人對我不好 而失去了這個平安喜樂 我不值得因為人的不好而失去 我是保持這種平安 所以我時時都保持在這個狀況 我都希望大家是渴慕的 這樣我們就不會被人影響了 好,第三,被人激怒帶來傷害 就會破壞神的奇妙計劃 就是說祂做一些不好,我們就發脾氣 發脾氣反而失去更多 我們就會在裡面有傷害 有些人就說,別人對你不好,不會有傷害嗎 我化解祂,不要緊,神會給我 神會祝福我,所以我不用介意 不用放在心上,越介意就有傷害 祂這樣罵我,怎麽可以不傷心 就是在乎我們有沒有放在心上 我們放在心上的時候,我們就會傷心了 好,第四 為什麽不被人激怒呢 就是我親近神就有平安喜樂和力量了 所以我心平穩安靜,親近神 第五,告訴自己 我不需要被人影響的 第六,溫柔地面對別人的傷害 就幫助自己進入神的奇妙計劃 就是說,我溫柔地面對祂的傷害 就是說,祂雖然對我傷害 但我依然是溫和地對待祂的 那就進入神的計劃 因爲如果一個人容易發脾氣 他進不了神的奇妙計劃 因爲他太容易被他的情緒影響 他不能夠高度地祝福人 他的事奉會打很多折扣 那怎麽幫助自己不受傷害 這個經文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記得這個經文 師篇118篇六節一起讀 有爺說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呢? 人不能夠搶走神的福氣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第二,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第三,我不需要介意人傷害我 不要緊的,神會給我 第五,我不需要受落傷害性的說話 他罵我沒用,我不是沒用 人家罵的說話不一定要介意 有一個人,他在網上用一句方法 他說這個方法很有效的 他說有些人罵你 有些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或者你自己想一些不好的說話 他就問你一個問題 這句說話是不是真的? 譬如說有一個人罵你 沒用啊,你愚蠢啊 是不是真的? 這個第一件事,我們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 然後他第二句問 是不是絕對一定真的? 你說其實,真的很多時候是不真的 因為他傷害我 其實他說你沒用啊,你愚蠢啊 你什麼什麼 其實不是一定是真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放在心上 很多說話,譬如有時候有些人怎樣 哎呀,慘了,沒有出路了 我就死了,我就沒錢了 我又被人罵了,我被人看小了 問題是,是不是一定是真的? 是不是一定是真的? 是不是一定沒有出路? 譬如有人罵你,說你蠢,說你沒用 所以我們就明白,不要受諾人的傷害 也不要受諾自己的傷害 我們自己會傷害人,傷害自己的 以及看出傷害我的人 其實傷害我的人都是很慘的 他其實被人罵很多,所以他會傷害我 這些是說到未幫人之前 我們要處理自己的內心世界 處理怒氣 因為有時我們就會容易用怒氣 雅各書一章二十節就說 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 因為我們用怒氣的時候不會成就神的計劃 發怒並不會成就神的計劃 所以我們就不用發怒的方法 下面那兩句非常好 回答柔和,使路燒退 言語暴淚,觸動怒氣 即是暴淚說話反而觸動人的怒氣 但回答柔和,使路燒退 以及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王 柔和的舌頭能夠截斷骨頭 即是說柔和地跟人聊天 反而能夠祝福別人 能夠幫助別人 反而不受別人影響 接著下一點就是 如何對待有問題的人 這個人有問題,我們如何幫助他 第一天,這裡說到什麼呢 大家看著第二行 不要因為道路通達和惡謀成就的人心懷不平 因為我們有時覺得那些人 那些壞人道路通達 他們惡謀成就,他們做的壞事成就了 於是我們就心懷不平 以致法路 聖經就說到 解決方法是什麼呢 默然倚靠耶穌華 耐性等候他 因為他會祝福我們 你就耐性等候神 神一定有他的出路 一定有他的方法 那些人惡謀成就 他做不好的事 似乎很厲害 其實呢 其實他們是神不喜歡的 我們不需要因為他心懷不平 我們就說神不要緊 事情不順利不要緊 有人害我也不要緊 有人害我們他害不了的 因為神會保守 我聽說神就會保守 前幾年曾經有一個人 刻意來到我們的群體 刻意去做一些破壞性的事 我最初聽到的時候 我擔心不知會影響多少人 但是我就將這件事交託給神 神是保守的 過程我都會處理自己的內心 最後有機會 他後來封了我的電話 後來我有機會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都是很柔和地跟他說 但是我就會跟他說 說別人的負面的話的時候 要很小心 因為將來神是會 要我們交仗的 我們所有的說話 我就是這樣提醒他 我就放手了 由得他了 他聽了之後 怎樣行動是他的事 我們就是神幫助我們 我們心裡面處理 我們就不會因被人影響 我們說的說話是祝福人的 是不會因為任何的原因而傷害人的 我們也不要論斷人 不論斷人就不被論斷 其實你想想 就是說論斷人就被論斷了 如果我們論斷人 反而神就論斷我們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批判人了 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我們要說人 神就要說我們 現在給人 其實原文這裡不僅是給的 是給人 不僅是給人 是給神和給人 你願意奉獻和幫助貧窮的人 有需要的人 神就必有給你們的 用十足的星斗連搖 大岸上尖下留在你的懷裡 因為你用什麼良氣良給人 也都用什麼良氣良給你們 所以我們就說我祝福 雖然他很難幫 我都繼續幫 我都繼續祝福他 就是一個祝福的心態 聖基督說 你不要為惡所性反耀 以善良性的惡毒 他不好 但是我用善良的方法 溫和的方法 我是善待他的 還有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與家人和睦 與周圍的人和睦 與弟兄姐妹和睦 有時我也內中聽到一些人 說到他的教會是怎樣的 有些人又不喜歡他 他跟著不喜歡他們 所以他又不想見到那個人 所以回到教堂 就會側側避開那個人 就會坐在另外一行 千萬不要跟他坐在一起 走在街上 如果看到他 就會走在對面街上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這個其實是 神的教導就說 盡力與眾人和睦 就算他不好 我跟他溝通 我跟他招呼 有什麼損失呢 如果他不好 我們說 祝福你 開心見到你 或者你說不出這句 就是早安晚安 希望有一天你說得到 祝福你 真心祝福他 這樣的時候 神都喜悅的 你能夠處理你的怒氣 盡力以眾人和睦 還有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是需要智慧 是需要想的 有很多人跟人相處 就不想的 譬如有些人很固定 經常跟他招呼 其實越招呼 後果越不好 我們需要用智慧 這個人是否要跟他招呼 招呼有沒有用呢 幫助人改變 是需要有愛心和智慧的 就是幫助人改變時有智慧的 第一 對他有愛心和接立 幫他對自己有安全感和信任 很多人為何不肯改變呢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他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他對我們沒有信任 不去控訴他 不去惹怒他 然後引導他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引導他看到解決方法的好處 引導他想想怎樣解決 引導他有能力開始行動 即是說引導他讓他看到原來需要改變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呢 這就是智慧 有智慧 如果要改變別人 效果低的是什麼呢 指責他控訴他 是效果低的 有些情況是需要的 不過其實我們避免這個方法 因為通常一指責一控訴 效果是不好的 不好的態度一定效果不好的 不理會對方的感覺 雖然他做錯事 但我也知道他受傷 他不開心 我知道的時候 我關心他的感受 是更加容易回應他的 還有 有時候人只是想說自己想說的話 沒有聽對方 就是說他講什麼 我們沒有理會他 他也幫不了人 還有太多指示 叫他做什麼叫他做什麼 也幫不了他 更加有效是什麼呢 聆聽他 就是聽他內心是怎樣 關心他的感受 他有什麼感受呢 關心 回應他的感受 他有什麼不開心 回應他 關心他的困難 從對方的角度看 譬如他覺得很難搞 一些人的情況 那些跟人相處很難 我們可能沒有這個困難 但我也明白他是這樣 我就關心他這個困難 從他的角度去看 以及引導他去分析 是不是那些人是否想害你呢 是不是那些人真的想害你呢 那些人其實對每個人都是這麼粗魯 是不是他一定是想害你 其實有時候只是他的習慣 有些人的習慣是很粗魯的 引導他去解決 這些是智慧 不過很多人通常都不會用這些方法 通常都是很直不甩 一想到不喜歡 馬上就爆發 所以就幫不了人 為何那些人難於改變呢 為何那麼多人難於改變呢 自己用這個方法用了那麼久 都能夠存活 為何要改變 有些人說 我經常都是這樣罵人 都沒有問題 我都是這樣生 都沒有死 所以我就繼續罵人 他幾十年都是罵人 我幾十年都是這麼懶惰的 我又沒有死 那就繼續懶惰 他數來都是這樣的 他就繼續做人 有些人真的從小到大 小朋友就懶惰了 到大過 通常來說是這樣的 小朋友處理不了懶惰 大過都是會懶惰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識 一些人從小到小都很懶惰 大過都是很懶惰 除非他學到怎樣處理 第二個原因 為何那些人很難改變 就是他享受他生活的部分 為何要改變呢 我都有些朋友 我跟他們喝茶都挺開心 我何必要改變 他覺得不需要改變 第三就是他習慣了一個舒適區 離開這個舒適區 要付出代價和痛苦 我要開始道歉 有些人很難的 對不起 很難說得出口 我從來都沒有說對不起 我現在要說對不起 我現在要說謝謝你 或者我欣賞你 我謝謝你所做的 覺得很難出口 他不能夠踏出這個舒適區 或者跟別人做朋友 他覺得很難很難 這件事是我們 求主幫我們能夠衝破這些的 我們能夠學習去改變 第四 沒有被神更生 於是就不看重神 又不會發揮生命 因為他沒有被神更生 所以經常都是一個懶惰基督徒 或者以為自己都不能夠改變 所以他以後都不改變 為何那麼多人難於改變 好了 那怎樣改變那些難於改變的人呢 那些人難於改變 怎樣改變他們呢 下面有括弧寫著 讓他們知覺需要改變 即我們讓他們知道這個就是 讓他們知道需要改變 不過有些人你告訴他 他都不會知道 所以最好問他 問他給他知覺 從聆聽了解他的狀況 內心世界和難阻 即是聆聽他們 知道他們的狀況 他們內心世界是怎樣 他有甚麼困難 接納他們 讓他們覺得有安全感 第一不是改變他 先接納他 第三 引導他了解他的狀況 問問他想不想改善 你想不想改善呢 引導他想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呢 問問他可不可以向他提議其他的做法呢 然後呢 把球加回給他 就是讓他自己負責 有些責任他需要負責的 用動力四點來鼓勵他們改變 這四點是甚麼呢 神是愛我們和祂是掌權的 凡事都能 第二 神愛我們每一個 我們個個都寶貴 第三 我們聽話親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神一定喜歡和祝福 第四 不聽話犯罪 不去祝福人 一定有破壞性 如果我們想祝福 我們就聽神話 就一定生命祝福 那你想不想被神改變呢 基督徒會有多些動力 不信主的人 他們會難些有動力要改變的 但是如果是基督徒 我們希望可以改變他 讓他有這個動力 我也想去改變 但是最好就是用引導的方法 你覺得你現在狀況如何 你覺得有沒有影響你 你有沒有覺得不開心 你想不想有更多力量 做人有意義一點 你想不想開心一點 他想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想過什麼方法 你想不想我給你一些提議 你以往你試過做 有沒有成不成功 你有什麼地方做不到 這樣去引導他 那大家也試一下 待會讓大家操練 待會試一下大家練習一下 好了 這裡我另外寫簡單的四點 引導人自己有動力去處理生命 第一 你覺得你現在的狀況有沒有影響你 你現在的狀況有沒有影響你 你覺得這些問題 是不是一定不能夠處理到呢 是不是可以改變呢 人對你說的負面說話 是不是真的呢 一定是真的呢 是不是那些人說 你愚蠢、沒用、罵你 是不是一定是真的 不是一定是真的 那你想不想更加開心呢 即是他的現狀 你滿足現狀 你想不想改變 第二 你想不想處理你現在的問題 那你有否試過處理呢 那你有否效呢 你想我提議一些方法呢 那你覺得你能否走到那些方法呢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引導的 所以待會大家試一下引導 怎樣去用問題去引導對方 好了 接著我們現在說對不同人的策略 我們就不會說很多種人 因為我寫了很多種人的 那我們首先明白一點 就是很多人不自覺地被人影響 和和人相處 不自覺的 不自覺地被人罵完之後很不開心 他不知道的 不自覺地和人相處的時候 是被人影響的 是很多怒氣的 他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是我們知覺 原來人家罵我我是很生氣的 原來我被人罵的時候 我就會反彈的 我就會罵他 大家有沒有知覺性呢 還是你說都不知道呢 我們想回 我們上一次發脾氣的什麼時候呢 為什麼發脾氣呢 是不是因為那個人做得不好呢 我們發脾氣的時候 是需要處理的 第一點是明明對方有某些問題 但不能夠接受他有這個問題 只是希望他會自動改變 就長期被對方影響了 譬如這麼簡單 有一個家人經常都很固執的 他明明這麼多年都是固執 幾十年都是固執 從來沒有改變過 但我們始終不能夠接受 希望他會明白道理一些 希望他會改變一下 但他根本不會改變 這麼久都沒有改變 所以他是很難改變的 我們接受了的時候 他不改變我們不覺得這麼稀奇 我們就會 他的心依然是平安 不讓他影響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處理方法 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人很難改 其實我們真的要想策略如何去改變他 他不改變我們都會接受 他是很難改的 第二呢 長期用同一方法跟他相處 以及處理他的問題 都行不通 但依然用同一方法 有時我們都是這樣 同一個人經常都討論他 他都不改變 當然還是討論他 他以後都不想聽我們說話 我們想想有沒有自己這樣做 第三 自己長期大壞不解 關係越來越差 為甚麼他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 他會做這種事 有沒有搞錯 於是就很生氣他們 關係就不好了 第四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不去看 我這幅圖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不去看對方有甚麼問題 我有甚麼問題 其實我跟他相處有甚麼問題 就躲在洞裡就沒有看到 所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 原來我經常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經常都沒有效 原來我經常都被他擊倒 這個方法是沒有效的 所以希望大家有這個知覺性 知覺性如何處理 我們都需要分辨 分辨用甚麼策略處理相處的人 分辨他一個甚麼的人 不代表不相信他會改變 但知道按現在的情況他是怎樣的人 他一向都固執 我知道他是固執的 可能他將來會改變 不過暫時他都是固執 我知道他是固執的 我知道用這個方法都行不通 第二 求神指示 怎樣不讓他影響和傷害 我自己不讓他影響 第三 求神指示如何跟他相處 如何處理他的問題 如何溝通 討論 接受 或者善待他 以及求神指示用甚麼問題 有甚麼問題不能够處理 有些人是處理不到的 譬如有些家人的政見 你想要改變 是改變不到的 那你這件事就不要想去改 由得他 即是他是這樣的 你就放手 即是這件事的問題是不能改變的 由得他 第五 求神指示如何向他傳福音 或者改變他的生命 好 我們說第一種人 就是難於相處的教會弟兄姐妹 有很多人都說 教會弟兄姐妹是比外面的人好 的確是比外面的人好 不過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哎呀 我受的傷害最大就是在教會 我曾經被一些信徒擊倒 亦都試過被一些傳導人擊倒 有時是有意無意 有時自己敏感都未定 那我們就知道有這件事存在 我希望在我們這個群體 沒有人是被對方傷害的 我希望沒有 如果有的話 我希望你化解 你化解不了 麻煩你告訴我 就去幫助你 或者如何處理 我希望不要有人 因為有些不喜歡某一個 突然之間的 跟著就不喜歡他 跟他有問題 並且跟他疏遠 結果後來就離開了群體 我希望不會這樣發生 而是我希望會處理 聖經講的方法是要處理的 總要趁著環有今日 天天彼此傷怨 免得有人被罪迷惑 心裡就乾硬了 即是 我們是需要處理的 是需要有智慧 聰明的 我們想想 你有否試過 教會突然之間會有問題 很多人跟我說 我試過跟教會的人有問題 所以我離開了教會 這是一個方法 不過問題是這樣的 那個教會有問題 去到第二個教會可能有第二個問題 始終都有不同的問題 沒有一個教會是完美的 我們是不是逃避就是一個方法呢 然後真的有問題要相處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這件事 就是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聰明智慧怎樣去處理 這裏我講出一些要點出來 但其實 不限於這些要點的 可能還有其他方法 第一 雖然知道他的問題 突然接立他們 就不會影響我們對他們的態度 有些人我們只能夠接立 有些人都會很固執 有些人都不會改變 雖然我知道的問題 譬如明知這個人生命真的有問題 我們能不能夠接立他 他一向都是這樣 並且他對耶穌有信心 教會都有兩種人 一是得救 一是不得救 真的有些人是不得救 因為他真的跟耶穌沒有關係 不過這個人是得救 不過他仍然有很多問題 他仍然有很多問題 但是如果你能夠接立他 這件事很難 他是信耶穌 為何那麼容易責罵人 能信耶穌為何這麼容易有脾氣 為何說話非常尖銳 很難頂 他信耶穌為何會會信得這樣 我們很難頂 為何會是這樣 但我們可不可以接立 天國裏面的人都不算完美 直到我們去天堂才是完美 信耶穌不代表完美 第一步接納才有改變 但是我們的意思不是接納 他的罪繼續存在 其實聖經也有說到 有不至於死的罪 什麼意思呢 有些罪真的會影響人得救 而且破壞性很大 譬如有個人來到教堂 專門追求女生 或者專門追求男人 那個人真的有問題 我們不可以容許他繼續追求 我們一定要處理 我們不能接納他 他經常追求女生 我們不能接納他 但是我們依然接納這個人 我們希望接納他、幫助他 跟他聊天的時候不是發怒地跟他聊 所以這個第一步接納是重要的 因為不接納他 是沒有機會跟他聊下一步 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教會裡相處有些人 你覺得很難相處 於是心裡有些怨恨 就生氣了 就跟他相處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呢 如果有這個情況 你就問問一下自己 他有問題 可能你看到他問題 不過我有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我太敏感呢 是不是我太容易受傷害呢 是不是我是容易受傷害的女人呢 或者受傷害的男人呢 或者我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呢 我們都反思一下我們有沒有一些問題 影響著我們 所以這個第一點 接納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不接納呢 譬如看到他不想跟他 不想理解他 不想跟他聊天 就是很大的問題 就會以後會有問題 大家有沒有這個勇氣 我想問問大家 有個人明明不太喜歡你 他都曾經說一些說話 令到你不舒服的 你見到他的時候 你會看著他 早晨 你好啊 這樣會不會呢 會 非常好 你們會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不會的 有些人見到一個人 他曾經傷害他 他一見到他就回頭走 或者很勉強 或者不招呼 當看不到走過 其實這個是會造成傷害 為什麼呢 就算那個人先做錯 但是他見到你不理他 他做錯才可能不知道 我們要明白這一點 有些人做錯事是不知道的 大家明不明白這一點 是有些人不知道 因為他罵慣人 他不知道他罵人 他以為他 他以為他講話平常 但其實他很大聲 他那個說話很尖銳 他不知道的 但是他見到你對他不好 他是知道的 人很有趣 自己的問題不是很清楚 人的問題是很清楚的 他又不知道你的問題 他不知道他的問題 他就知道你的問題 他就說 為什麼教堂有這麼壞的人 但是那個人就說 不知道為什麼教堂有這麼壞的人 所以兩個人都說 為什麼教堂有這麼壞的人 於是就不能夠接納 所以我們來說 我們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就說 就算我明知道他是壞 我明知道他有些問題需要處理 我依然溫和地對他 有可能可以改變他 難不難呢 這件事 需要什麼空襟才行呢 就是耶穌祝福我這麼多 我都很多地方難相處 我都很多地方不好 但是耶穌都搖算我 祝福我 改變我 所以我就學習去接納人 雖然他做錯 但是我也做錯很多 於是我就不介意 我就不激氣 不勞嘈 處理內心 然後我去善待他 善待的時候 可能有機會慢慢勸他 我說一個故事 就是我曾經宣教 有一個人介紹我去一個群體宣教 他就叫我去到一個地點 然後要搭巴士去火車站 然後在火車站 就搭火車去另一點 我就問他 我說我去到飛機場的時候 搭過巴士 他說在飛機場門口有巴士 我說我是在飛機場那一邊 又過對馬路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 因為我說我帶著行李 我帶著行李 如果在對馬路 我一直在等著等著 原來對面的巴士才是 這個巴士來到他 他說不是去飛機 不是去火車站 我要走到對面 那個車走了 我就問他 他很猛狀 很猛狀 最後他回答了我 但他很不耐煩 我知道他有問題 但我不想即時處理 因為我不太知道 為什麼他會這樣 好 接著我真的成功地去到那個地方 帶領聚會一切完成 然後他走 他送我去搭車 途中走的時候 他也跟我說一句說話 他說 二牧師 你一上台說話 哇 你的影響力馬上很強 聲音很好 還有信息很有震撼性 我說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我聽這句說話 我知道他接了我 我就跟他說 我有一件事想問問你 我說 我來的時候問你 到底我在飛機場這一邊的路 和對面的路 搭巴士 我問你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不開心呢 他說 因為有人問我的問題 我就很不耐煩 有人問他的細節 他就很不耐煩 他很猛狀 我明白 我就問他 我說如果你這麼不耐煩的時候 你和別人相處 會不會有困難 他說有的 不過他就不知道怎樣處理 我就跟他談 那段時間 用一段時間談 但我還未知道他的情況的時候 我還未跟他談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他 會不會接納我所說的話 我說的話有沒有作用 所以我首先 就是了解一下他的狀況 知道他對我接納 我先跟他談 這個就是我分辨他了 就是說分辨這個人 是否可以跟他談得 有些人是 我們已經知道是很難談的 那 的而且確 教會有時候的關係都有複雜的 為什麼複雜呢 如果個個都很單純 你個個都很容易聊天 沒有問題的 有什麼問題 你跟他說 他立刻 謝謝你提醒我 好吧好吧 我以後不要這樣做了 那就是很簡單 不過有時候有些人 的而且確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 你一說他的時候 他就立刻很大聲反應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就需要問求神 給我們智慧 到底我處理還是不處理 因為我要交給另一個人處理 我怎樣處理 也因為有大事到小事 有些事情一定要處理 譬如說他猛地追求女生 甚至他在教會騙錢 有些人會這樣 或者他做了一些很不道德的事 那我一定要處理 不過人的性情有很多事情 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 如果你每個人都跟他整理 你這件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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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是完美的 永遠都是整理人 那人一見到你就會掉頭走 因為你每次來都跟他說 為何你不笑的 為何你說話不笑的 為何你見到別人不招呼 為何你說話不笑的 總是這些說話 那些人會覺得很難跟你相處 這個世界上並不代表我們 是所有的問題我們都要處理 有些問題是難於處理的 有些問題真的需要神去處理它 當然如果他是信耶穌的 尤其他是侍奉人員 是需要讓他知道 因為他會傷害人的時候 是有影響力的 但是這個很多人 是很難很難處理的 因為是需要高度的智慧 有時需要同工去說 去同工去說 去同工去說 如何處理 有時有些人說 最糟糕的問題 那個人物就是同工 他是同工 那我怎樣跟他說 有沒有第二個同工 那我怎樣跟他說 那這個就是勇氣 求主給我們勇氣和智慧 不是去刺傷他 不是跟他溝通的時候 去刺傷他 你上次這樣說話 激中我生蝦的跳 那他就馬上反彈 而是我們怎樣求神給我們智慧 就是 怎樣說呢 真是很… 真的需要智慧 譬如說 可以這樣說 譬如說 我也想跟你溝通一下 關於我們兩個人的溝通 或者是 我也想說說 上一次 我們互相溝通的時候 的感受 或者 我也想聽聽你 你跟我溝通的時候的感受 可能他也有感受的 可能他也有些不喜歡的 我想聽聽上一次 我們溝通的時候 你有甚麼感受 那可能他說 我上一次 譬如他很坦白地說 上一次我跟你溝通的時候 我覺得很激氣 因為你有些事情不做 所以我很激氣 很激氣 那時候 那我們就怎樣反應呢 我們可以說對不起 如果我令到激氣 對不起 我也不想的 如果我有做錯 我也希望去改 這樣就 回應這件事 但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那我 我又想 你想一想 當時你這樣跟我說的時候 你猜我的感覺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需要智慧了 去問他 而不是指責他的方式 問他 你猜一下 上一次你跟我溝通的時候 我有甚麼感覺呢 這個真的是 需要高度的智慧 如果你是面對這個情況 你可以跟我說一下 大家聊一下 有甚麼可能的方法 去處理問題 好了 第二點 第一就是接立他們 第二就是善待他們 愛心可以改變人 建立關係 有時愛心反而會改變人 不是一定要 要告訴他 他有甚麼要改變 就是看情況的 第三 當有人在我們面前 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我們已經分辨 應不應該處理 要分辨 我們可以拉他到一邊 柔柔和地說 你覺得剛才所說的 做的事情好不好呢 例如有一個人 阿甲和阿穴一起 阿甲和阿穴說一句說 令到對阿穴覺得不開心 你聽到你覺得不開心 那你就分辨了 這句說話我需要不需要處理 例如阿甲和阿穴說 你怎麼這麼笨 這樣也找不到 這樣也找不到 聖經也找不到 你沒有讀過聖經嗎 例如他講這些說話 雖然阿穴可能有些地方 他不熟悉聖經 或者他有些甚麼 他的反應不夠好 但是阿甲和他這樣說 是的確令他不舒服 這件事由得他過去 阿穴就一直受傷害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分辨我們應不應該處理 有些很小的事情就有他 有些事情你覺得 越會受傷害 我們需要處理 那到底處理有兩個方法 其實一個方法 就是當面跟我們兩個說 為什麼呢 如果他說的話是很厲害的 就是有沒有搞錯 這樣也說得出 譬如說的話很強烈 我們需要即時去請他 你想一想你剛剛說的話 對他有甚麼影響呢 就是用問題的方法 就不要指責他 你指責他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說話 你氣壞他 他又會反彈 他又會罵我們 我們可以問他 你覺得你剛剛說的話 對對方有甚麼影響呢 這個就比較好 我們分辨應不應該說 怎樣說 是單獨跟他說 還是一起這樣說 這個是需要我們求神 給我們智慧的 還有呢 第四 在適當的時候 可以幫助他 怎樣跟人相處 譬如這個人 他跟人相處有困難 我們可以跟他談一下 你覺得跟人關係是怎樣 你想不想改善這方面 有甚麼地方需要改善 第五 如果有人做嚴重的錯事 我們應該一對一跟他相處 處理 如果不能處理 應該告訴教會 教目的 就是馬太十八章十五節 那裡開始 就說到 如果有人得罪你 你就首先跟他說 如果他不肯聽 你就找一兩個人跟他說 再不聽 就找教會跟他說 去處理 這個是聖經的原則 這個說到應該是犯罪 即是說一些嚴重的罪 其實就算擊傷人也是罪 不過是否每一次擊傷人 我們都需要處理 這個是我們去分辨的 當然跟教會相處的 應該是更多欣賞、鼓勵、幫助人 這個是更加幫助到教會的關係 不只是處理那些問題 就是處理問題是一個補禍 但最好平時經常都堅固的禍 不用補禍 就是堅固的禍 堅固的關係 堅固大家的溝通和諧、開心 這些都是造成教會有這些 能夠保護 保護萬一有傷害 都不會有這麼大的傷害 譬如我跟太太相處 都有很多的愛、很多的關心 就算有時候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都會補禍 就是不會有這麼大的事 好了 一會兒在分組的時候 大家就… 我們這次就是講這個人物 就是這種人物 在教會中難於相處的人 我們怎樣去處理 我們就去討論 主要是討論 怎樣改變我們內心的感覺 譬如有個人做得不好 我們裡面是否很激氣 我們裡面有沒有受影響、受傷害 我們怎樣可以平穩、安靜去跟他談 平穩、安靜去幫助他 怎樣去處理 這個就是在你們分組的時候去討論 我們…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對於處理教會裡面難於處理的弟兄姊妹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的 如果沒有我們一起起床祈禱一下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去學習 怎樣跟一些難於相處的人相處 和處理他們的問題 感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是非常柔和謙卑的 你很溫柔 很謙卑地去祝福我們 但我們人與人相處真的有很多問題 人與人相處有很多不和諧的事 很多不開心的事發生 求主幫助我們不要注目在別人不好的地方 幫助我們的說話 不是慢慢數他的不好 而是我們尋求神去幫助我們 怎樣處理內心有平安 內心有輕省 不受人影響 並且有憐憫的心 有祝福人的心 願意去幫助人 去祝福人 去關心人 去能夠處理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建立關係 建立神的家 因為在神的家裏 依然有很多人是有問題的 但是有些問題我們能够處理 有些問題可能未必需要處理 是等時間 或者我們的愛心可以慢慢改變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亦都賜給我們一個平穩安靜的心 醫治我們內心有任何的傷害 如果我們在教會中有任何的傷害 都求主幫我們放下這些傷害 不再繼續受這些傷害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明 阿妹 在這裡我有簡短的分享 請坐 我想分享 其實我也受過人傷害 結果我的處理方法是甚麼呢 是每一個我都和祂和好 和善待祂的 每一個我都找方法和祂善待 我一開始還沒那麼認識 那我的確是受了一種壓抑的感覺 一段長的時間 不過我一直讚美神 親近神 後來四年充滿 後來我又學到處理生命 那我就處理 那我依然是找機會和對方溝通的 一次再一次的 那我又不一定說回那些事 只是對祂一些好的事 善待祂做一些好的事 那這也是我會有刻意去做一些這樣的事 那譬如有一個人 他是幫過很多人 不過我們之間是有一些曾經有的傷害 那我就神給了我一個意念 一個 我就想弄一個玻璃牌 刻一些字上去之類 那我就想到一句甚麼說話 因為他真的幫過很多人 我想說這句說話是甚麼 我說耶穌會紀念我們給一個小子的一杯涼水 你曾經幫很多人 神是紀念和欣賞你的 那我就說這句說話 鼓勵祂 讓祂知道祂所做的是好事 是神歡喜的 祂都可以開心 那我的目的是甚麼 我就是想祂開心 就是想祂跟我相處覺得開心 過去的事已經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現在 我真的祝福祂 我欣賞祂 祂所做的事做在人身上 祂幫過很多人 那雖然在我們之間是發生過一些事 但是呢 祂幫過人這是事實 是神會欣賞的 所以我就想到送這個牌給祂 我希望祂會很開心 還有祂的心會輕省 那這個就是神給我一個這樣的意念 那我也曾經有些人是曾經傷害過我 但是我就會想到 如果我再見到祂 我都一定會做一些好事在祂身上 那這個就是我的心定義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是會這樣做的 好,那大家一會分組的時候 都去思想一下這些問題 如何處理 讓我們化解這些不開心 然後呢 如何去處理這些人物 中文字幕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